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好 刚才这个情况没有看清楚什么情况没有出场啊 把时间走没了 现在我们看到出场这是8号会的李海燕 对 应该是没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 刚才的计时表可能是说了点状况 对 给他提前计时了 对 还好没有影响 可能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又重新给了一分钟的时间 对 李海燕今天的抓举开靶是88公斤 这是95年8月13号出生的联军选手 李海燕在去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 当时的开靶重量是85公斤 最后呢成绩呢是90公斤 那么今天这A组的16位选手当中啊 应该说重点的选手我们要看 湖北的周俊 重庆的陈旭 广西的邓某榮 山东的王帅 山东的王帅是全会的冠军 去年亚议会的 银牌的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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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这个福建的柴丽娜 这次成绩提升的相当高啊 报名成绩达到了245公斤 这个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也看到了一丝这个希望 因为这个级别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优势级别 04-08两届奥运会 是陈彦青蝉联了这一级别的冠军 那么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是李雪英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 对 应该说在这个级别上 一直是我们在世界举重舞台上的 称霸这样的级别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也是 当时没有报 当时没报这个级别 当时我们只报了53公斤级的杨霞 对杨霞 但是呢随着这个陈彦青 包括李雪英的退役以后呢 同时有朝鲜和中华台北的选手 这个一军突起 对我们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在2013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中华台北的郭欣平 以241公斤的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成绩夺冠 另外呢我们在2014年的 辅沙亚运会上 我们也丢失了这枚金牌 好来看一下李海燕第二次市局 88公斤 如果说现在啊 想在这个级别当中 我们在奥运会上设计赛上 有确切的把握夺军的话 我们的选手实力至少要上240公斤 能打到245是最好的 这也可能有比较难的 另外呢 我们当然看中华台北选手的这个 郭欣平 郭欣平 在2013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实际已经表现出245公斤以上这样一个实力 对 成功 但是这个选手 郭欣平在去年的人川亚运会上 只有219公斤 当时我们也知道他这有伤 对 在这有伤 对 呃 当时 但是呢 朝鲜选手呢 也表现出了一个高水平的成绩 朝鲜的 236 对 236公斤 所以这个级别啊 我们要想 在2016年的李渔奥运会上 派选手参赛 成绩 至少要表现出 245公斤以上这样一个实力 但是呢 这些现在包括 刚才介绍本场这些 呃 主要参赛选手啊 一个是 湖北的周俊 呃 广西的邓蒙荣 以及三东的王帅 而同时呢 福建选手的财丽娜 我们都对他们充满希望 对 特别是这个财丽娜报名成绩报道了 240公斤 230公斤 呃 但是呢 他今天报名参赛成绩 开把重量 打到230公斤 全运会上由 解放军选手 互助之间创造的 世界纪录呢 是 陈燕青的1111 对1111 是在2006年的 多哈亚会 呃 卡塔尔的 世界紧张赛 哦 是 06年是 06年是亚运会 呃 卡塔尔也举行过一次 05年是紧张赛在卡塔尔 多哈尔 帮领重量90公斤 帮领重量90公斤 全国记录 还是陈燕青的 255公斤 对 但是呢 在 09年的全运会上 李雪英也表现成 251公斤 这样高水平成绩 对 我一直觉得 李雪英这个退役 退了点早啊 呃 13年的全运会 预赛当中 李雪英砸锅 可以说是当时 爆出的那一届 全国锦中 锦中锦标赛 最大的一个冷门 对 呃 奥运冠军在 锦中赛的预赛当中 砸锅 没有进 全运会的决赛 在那之后呢 李雪英就向他们 退役 好的 好的 这把很轻松啊 这个轰盟窑啊 也是参加了 今年三月份举行的 举重轻音会的预赛 当时的抓局 开把重量也是90公斤 第二把加到了93 要准备成功 今天呢 90公斤第一次试举呢 呃 没有成功 现在第二次举起来了 本场比赛的抓局的最高开把重量 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是王帅 100米公斤 这将东大陆选手 96年8月15号 这也是第一次打重人组的比赛 应该说今天 本场比赛的年龄最大的是我们 李平 李平呢 以前是参加 女子的53公斤级的比赛 但是呢 呃 应该说调整了两年 调整了一年多的时间 很多人都以为李平退役了 对 从新复出 这个从新复出呢 现在是参加58公斤级的比赛 其他选手呢 只有这个选手是1988年出生的 其他选手都是90后的选手 内幕狗选手欧灵力 92公斤的开把 这个开把重量也比他 一个月前的轻衣会上 提高了两公斤 好的 好的 成功 2015年加浪山杯全国女子 几公斤级比赛 现在就结束了女子48公斤级 和53公斤级的比赛 从这两个级别的比赛情况来看 呃成绩比我们预想要好一些 没错 尤其是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当中 来自福建的陈晓婷 以231公斤这样告诉 比成天的夺冠 是我们对这个级别呢 又重新燃起了这个希望 对 好来看护卫队的李海燕 第三把92公斤 李海燕是最后一次试局 他在去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抓紧成绩呢 是90公斤 哎呀 发力的节奏不是很好 这样的话 今天的抓紧成绩呢 只有88公斤 对 这比他轻易会上的成绩呢 还少了4公斤 这么看啊 这个选手 他的这种稳定性 需要有大提升的 对 训练当中呢 这个实力应该是有 但是在比赛当中 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率的话 表现不出来 这张呢 陈建峰 第二把 94公斤 今天场上这16位选手啊 应该说除了李平是88年 你这样的全都是90公斤 对 成文 起 好的 这个选手的抓紧啊 很有特点 我们看他这个头部 对这个杠铃的影像 做的还是很大的 当上挺支撑的时候 他的身体稍微前轻一点 这个头部啊 其实这个引导 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效果的 你看就这个过程 对 他这个头啊 往前这么一探 他整个身体重心 忙着控制稳着 稳一下这个重心 对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抓紧啊 他的技术环节 真的是非常复杂 对 应该说 为什么他复杂呢 他这个人体状况呢 是随着杠铃的重量 要不断的变化 对 你举100公斤 和举101公斤 到105公斤 如何发力 怎么支撑 他这个凭着 这个身体肌肉的感觉啊 确实是要千摧百炼 这一下起得够艰难 对 这是上海三少神医 这个选手也是我们第一次 看到这个选手 参加成人组的比赛 这是94年6月5号出生的选手 以上呢 共有五位选手 预报的 目前来看 开把最高的是山东选手 王帅 他的开把重量是105公斤 湖南的欧阳南的欧阳丽萍 95公斤 第二把 这一把上的幅度还是不小 哎呦 失败 这个选手啊 在新一会的选拔赛上 95公斤 也是两次逝举 没有成功 今天第一次逝举 也是失败 因为今年要将在福建 举办这个青年运动会 所以说有很多年轻选手 都把这次比赛 当作一次重要的赛事 对 这个毕竟这个全国青运会呢 他跟那个全国青运会一样 也是四年一次 对 对于年轻选手们来讲 非常重要 好来看一下 面目度选手欧陵丽 第二把 95公斤 哎呦 哎呦 砸回来了 这个 这个等于说 杠铃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呢 身体还在往下走 对 这种情况下 往往会容易 是腰松 腰一松啊 这个支撑就很难 杠铃线95公斤 这次应该说是湖南教练和议成 嗯 就在这个过程 对 还是有点软的感觉 呃 应该说今天外面还下着小雨 所以这个 七亚相比较低一点 对今天这个天哪有点闷 对 其实呢 七亚相比 虽然这个举动比赛在室内举行 但是这种环境的变化 对运动员的参赛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对影响 嗯 昨天呢 就是温度比较高 气候很舒服 对 嗯 空气流动先好 很空透 今天呢 因为下雨之后啊 这个云他没有散 整个 包括赛访内外能够感觉到 有点闷 这样的话 洪文尧今天也是直起来的一个开把重量 90公斤 应该说从目前的出场情况来看 选手的成功率呢 也就刚刚过60% 多一点 所以不是很高 对 对吧 拉的高度差了很多 欧阳丽萍 第三次试剧95公斤 前面已经介绍 在清一会的选拔赛上 他连续的试剧的这个95公斤 两次没有成功 看着今天啊 这也是第二次试剧95了 带起来 哎呦 高度不够啊 可惜 还是没有能够 总感觉他好像 对这一把的抓举啊 没有完全的投入进去 拉的高度不够 所以说没有进尖这样一个空间 还是有点毛躁 好 好来看李平 96公斤的开板 过去这是53公斤级的王者 对 他目前呢还保持着53公斤级的抓举 世界纪录是103公斤 并且同时保持着两项 这个停举和总是这两项的全国纪录 感觉还是右侧有伤 可能往左侧靠着 紧着左侧起来了 应该说李平呢 在53公斤级的时候呢 他的抓紧成绩就达到了 103公斤 对 所以当然 这也是一年多没有参赛了 他的教练周继红 这个去一把成了之后 有了一个成一点点 肯定就是心里感觉不一样了 特别对于李平这样可以说是身经百丈的老将 但是呢无论参加过多少次的比赛 也无论他参加过多大的比赛 所以说每一次比赛 他还是很紧张的 对 尤其这事隔一年多 重新回到赛场还是有一定的紧张 这谁说是 成文奇 哎呀 他这个抓局啊还是很有特色的 他这个头 就是刚才您讲的他这个头 他这个头的影像作用 刚才这个头如果是不往前 伸出的去送这么一下的话 这把就厚掉了 对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整个人体 人的重心 杠铃的重心 在这种过程当中 它是这样一个去寻求 最佳完美平衡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这个头往前扎着一下 没这一下 这把杠铃绝对厚掉了 5号山西成贵 1-4 15号广东 并全准备 这是广西的陈桂明 94年1月3号出生的选手 97公斤的开发 陈桂明应该说是这个级别的 老队员了 对 90后的老队员 对 他的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 最好成绩 他说挺举非常不错 在12年的冠军赛上 获得了挺举的金牌 当时是挺起了130公斤 陈桂明去年的全员会 全国指标赛是第四名 对 抓取当时成绩是100 喂 起床 好 好的 应该说今天陈桂明的开发重量 比去年提高了5公斤开发 去年是93公斤开发 但是两次失局 第一次失局失败 最后成绩呢 是95公斤 95 93开的吧 对 今天呢 97公斤开发 第一把成功 15号广东李纯 第一次失局 这个级别广西 还有个选手 蒙山山实力也不错 这次也是没有出现 应该说这个选手 事否已经退役了 他主要现在有个邓猛荣 对 原来邓猛荣呢 是达53公斤级的 现在升到58了 这也是很年轻的 95年的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广东选手李纯 97公斤的开发 等待这个30秒的提示音呢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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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的用的用力有点过猛了 拉的扫了 对 对 拉的这么轻松 这种轻松 这种轻松 是真可惜的 所以说这个抓紧的比赛 你要正合适拉这个位置 对 所以他难可能也就难在这里边 这个发力我到底是多大的力度 使这个杠银的中心和身体保险 你要拉的不够他要前掉 拉的过了他就后掉 所以运人对这个尤其是参加比赛的时候 运人要控制一定的体重 他的感觉可能要发生一定变化 好 来看上海选手沈云一 第二次市局 97公斤 哎呦 没有拉起来 这看这个动作 就说明他的实力不足 但是他的95开把 可开的不低啊 对 这么来看的话 这也是高开低走 对 那高度差了不少呢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技术问题 有的时候是能力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理影响 9号 5公里力准备 快点 这是第二次市局 97公斤 哎呀 这把实际上是高度不够 另外这个选手 我认为他抓局的技术 应该还是稳定性 不高 不足了 这个高科技两把来看 这个发力结构多不好 对 他这个有个问题 尤其这个慢动作 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高龄到了一种高度事 人体还在往下降 就是这个 不是说一下到位 人在等着支撑 他整个有点感觉是腰松 杠铃到位的时候 这时候需要他的身体 瞬间静止去 完成这个杠铃的支撑 对 结果他身体还能往下走 对 这么一走杠铃在 他就要后后去 好 好 来看内部狗选手奥林立 第三把 97公斤 出门 出门 哎哟 这样的话 今天也是两把成功 抓紧成绩95公斤 是吧 这是97年10月21号出生的选手 对 他也将参加这个 清英会的比赛 今天呢 提高了两公斤的比赛成绩 13号 上海 沈一一 还是这个感觉支撑 稍微晚了一点点 3号 重庆 来许可伟 再来看上海队的沈一 这次 13吧 难度对他来说不小 不小 刚才根本没有拉起来 加油 抵制 抵制游铃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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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做不到 今天是说通过他第二次施举这个重量 我感觉第三次 我们只能说他是很困难 实际是 第二次他起不来了 我觉得他这个 可能开靶比较高 这个重量 然后再增加可能就 打到了自己的极限强度了 对 刚才我们就介绍 它不是技术的 是实力的 7号逃走 洗净净 这是重庆的冉旭 这也是今天应该说是奖牌的游历政策者 对 他是去年冠军赛的第三名获得者 冉旭降了两公斤的开把 原定一百公斤开 他去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抓紧成绩呢 达到过一百零五公斤 是获得了抓紧的冠军 这说明冉旭啊 他的抓紧呢 要比他的停止实力更高一些 对 他也是全英会的第五名获得者 好的 降低两公斤的开把 先有一个稳稳的成绩 对 第二把我们看看他上多少 成功 全英会的时候 冉旭的抓紧是一百公斤 当时一百公斤开把 第一把没成 第二把成了 第三把直接加105 对 又没起来 应该说他个人从他情况来看 去年的冠军赛的成绩 是最高的 一百零五公斤 新号广东行径金 第一次四局 新号警察机 二队林雪华准备 接受了 广东的行径金 也是九十八公斤开把 行径金去年的锦标赛 当时的抓紧成绩呢 是一百公斤 今天是九十八公斤开把 他也是去年冠军赛的亚军获得者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一百零一公斤 也是九十八公斤开把 在去年的冠军赛上也是这个九十八公斤开把 第一次失败 近年呢 他毅然没有改变这第一把失败这样一个情况 去年全国锦标赛当时倒是三把成功 当时是九十五开的 对 今天是提高了三公斤开把 那么在去年冠军赛上也是这个重量开把 但是当时是没有起来这个冠军赛上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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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今天是九十八公斤已经提高了五公斤开把 李雪华是九六年出生的年轻选手 好的 好的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 这次我们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就青色的九年后了 对 应该说这一几年的青少年人才的后备培养也是越来越重视 另外我们国家呢 有全运会 这个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啊 也是一女人调整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一三年全运会结束以后呢 有很多的老队员可能有退役的 那么有些年轻队员才补充进来 对 广东李存的第三把 对 这也是他最后一把 干两把九十七都没有起来 这次干脆的加一公斤 听一下九十八 李存在 李存在去年的冠军赛上 当时开把重量是九十公斤 最后呢 市局起来是九十五公斤 今天时机 九十七公斤开把两次没有起来 这是广东教练蔡俊成 我感觉李存这个队员的抓局技术一定要改进 就这样的市局 我想作为他的教练会不是很踏实 你永远是替他捏着把汗 那我们也刚才说到这个七号年的培养 这个武林宝俊中国举重未来之星的培养技术应该说现在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实施当中 我们这次比赛的赛场外呢 我们也看到达了这个一个平台 在宣传举重的各种知识 同时呢 也在宣传我们的这个武林宝俊中国举重未来之星的培养技术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啊 这些特别是青少年 零零扣 现在讲的应该是零零扣了 喜欢上举重 愿爱上举重 另外我觉得这次武林宝俊呢 在这个比赛馆外啊 设置这个大电视屏幕 同时呢 还请这些比赛结束后的运动员与观众去互动 这种活动呢 非常有意义 有很多家长们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他们通过这个活动来了解 这个举重呢 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对 好 现在看一下李平的第二把 99公斤 好的 好的 应该说李平啊 在参加女祖母上运一级比赛的时候呢 她的抓紧就尤其是她的落下 所以她体育也还是比较强的 对 两把起来很开心 另外呢 她现在升到了58公斤运级呢 她不用降体重 所以说呢 这样呢 呃 就可以把自己的训练 实力和水平 能改变出来 我们看李平的今天的体重 才只有56.02 就是说还不到57公斤 对 山西的陈桂明 第二把要到100公斤 现在我们看到福建的柴里纳的103 山东王帅的105还都没有变 对 周俊和邓蒙蓉都是102的开把 现在应该说到了100公斤以上这样一个重量呢 就具有一定的欣赏性了 好 好的 好的 这次我们在赛场外搞的这个活动啊也是 成功 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让老百姓来了解举重 一直要举重本身的一些规则 另外呢 去让大家学会怎么看举重 对 举重的战术 如何去解读 确实对于普鲁鸡举重的知识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很多老百姓也想上来感受感受 比如说这100公斤的观众感是什么概念 对 尤其是他们把这个比赛结束后获得冠军的运动员请到现场 对 这样的与观众互动呢可能更有亲切感 没错 好来看一下广东的邓蒙蓉第二把100公斤 刚才是98开把没起来 现在直接加2公斤 邓蒙蓉去年的锦标赛是抓取100公斤 那么在不久前举行的轻易货的选拔赛上 抓取成绩是98公斤 那么在去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成绩是101公斤 对 还是有一个实力 稍微偏厚了一点点 但是还好 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100公斤呢 就在世界的比赛上就排名 可以挤进前三名 对 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李学英夺冠时抓取成绩是108公斤 而亚军泰国的斯里考只有100公斤的抓取成绩 对 包括14年的世锦赛 当时冠军的成绩呢 是106公斤 我们说了 阮旭啊 是去年冠军赛抓取的冠军货作者 当时的成绩呢 是105公斤 106公斤 今天最高的开把是三宗的王帅 105公斤 福建选手财丽娜是103公斤 我还记得当时全员会王帅是107开把呀 前两把都没起来 最后一把才成的 对 解放军二队林雪花101公斤 也是第二把 他去年的警告赛 才只抓起了一百 只抓起了95公斤 今天第二次的重量加到101 哎呀好的 这样就等于提高了6公斤的比赛成绩 对 这一下起身还是稍稍的有点高级 但稳一下就更好 再稳一下就更好 前面我们在比赛当中呢 也不断的给观众朋友们介绍 这次呢2015年加拿山杯 全国林主主集中警告赛 也是今年参加世界主动警察赛的一个选拔赛 李平的第三把也上的不多 101 李平在参加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当时她是这个级别抓取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是103公斤 是53公斤级的全国纪录 这14年这种一年啊 李平是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对 13年全员会之后 参加了一年多 对 哎呦 很可惜 李平这一点啊非常招人喜欢 你本管什么时候总是脸上带着笑 如果是李平啊 升到这个58公斤比赛 只要没有什么伤病的影响 我想在这级别上 他会把自己以前的最好的实力和水平表现出来 尤其他的停举还是实力很强的选手 二号湖北周俊第一次四举 四号 湖南的主动队的总教练周金浦 好 你们俩 好我们看到湖北的周俊出场了 102公斤 伦敦奥运会的这个风波啊 可以说让周俊 一个小小的姑娘 经受了太多 本来不应该是他经受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让人特别欣慰的是 他顶住了一切 对 这样他不断地在用成绩 来证明自己 周俊呢 应该说 几次比赛 都是获得第二名 只有在去年的冠军赛上是获得了冠军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104公斤 哎呦 这个第一把的感觉啊 还没完成找到 他是一三年前运会的亚军获得者 当时抓紧成绩是101公斤 总成绩232公斤 那么去年的锦标赛 的亚军获得者 当时的抓紧成绩呢 是103公斤 总成绩是233 总成绩去年 他跟邓蒙蓉是一样 但是他输其中 对 呃 当时啊 这个比赛还是 这个 在挺举的比赛当中 如果他加一公斤 就赢了邓蒙蓉 但是呢 他加了三公斤 所以这样 呃 这个比赛啊 举重啊 这个战士安排 实际呢 也要做到斤斤计较 没错 没有必要多加这两公斤的时候 真不能加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广气队的邓蒙蓉 这个邓蒙蓉呢 也是2014年 世界举动紧妙赛 总成绩的金牌获得者 当时的总成绩是 235公斤 当时的抓举成绩是 105公斤 获得的是抓举的 哦 是抓举的金牌 抓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哦 抓举是银牌 哎呀 还好啊 这个数量对于他来讲 能控制得住 这些起身太高级了 对 是抓举的银牌 105公斤 泰国选手是106 你号码布掉了 这个比赛当中多次出现 从这一天比赛来看 这个侧面粘的这个号码布啊 确实 不可惜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不干胶 这么一个贴 应该说邓蒙蓉也是 这个级别的金牌 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哦 这就是福建的柴丽娜 降了 降了 降了一公斤开把 102开 嗯 这个选手这次报名 报得真是很高 他的停举 是所有选手当中 报名开把最高的133 但是这个选手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看他 对 他第一次参加全国 成人举动的比赛 所以看看这个选手 他的表现怎么样 好 好 郭丽娜好了 买下啊 哎呀 高度不够 高度不够 这个举重比赛 也是要精力千锤百练的 嗯 尤其是这个 呃 参加比赛少的印度员 当然出场的时候 这种感觉还是 呃 还要很难找到的 应该说这个动作 不成型 对 这个应该说 周军该二次失去 周军呢也参加了2013年的世界举动锦标赛 好 照话啊 咬咬咬咬咬 周军 来 台湾的行的啊 太好 嗯 相当轻松 对 成功 好 来看一下 柴琳娜 第二次 102 我们看看他跟周军的体重 周军是57.68 他是57.77 周军轻 所以现在他也没有考虑这个 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个 对 对 现在要成功 成功起来一把之后再看 对 对一个第一次参加这个成人的比赛 这样一个高开把 确实要具备一定的 学后的技术 哎呦 根本没有拉起来 所以说刚才我 这么看的话 这第三把也不好说了 对 现在呢 嗯 我们看到周军的第三把要到了105 冉旭的最后一把要到了103 邓某龙的第二把要到了105 现在呢 都把王帅这105公斤作为一个目标 嗯 因为王帅还没有出场 105公斤 向前 陈宵 陈归文 102公斤 嗯 最後一把 这个成绩起来呢 也应该说是在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抓住成绩 好齐了 efficient 要带起来 带起来 腰松了一下 好悬 应该说这是陈桂明 在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抓紧成绩 102公斤 以往比赛都是在95公斤 三把成功 这个选手 她的抓据也是很有特点 你看她重心下降的位置比较多 下得很深 应该说这个下降中心 还是杠铃的高度 你一定在这样 因为这样重心下降 杠铃的高度可以低一点 这样用力可以 节省一定的体能 我记得朝鲜 有一位女选手 杠铃下身的这个臀部 有时候真的会触及台面 我记得有一次世界锦标赛 它实际上这个臀部已经触及台面了 但是裁判肉也没有看出来 对 咱俩是麦斯托回放的时候看出来 对 这个臀部实际上是触地了 应该是判犯规的一把 但是应该速度很快 一触地马上就起 对 材料没有看出来 杻我记得了 行竞金铃第三次bed 第三次逝取102公斤 哦 这样的话今天也是 很可惜 只有一把成功 一百公斤 吃把他们合 match 应该说这个成绩 对他来讲 还是提高了 两公斤比赛成绩 去年的冠军赛成绩呢 啊 是行斤镜 是101 少了一公斤 少了一公斤 这个对凯琳娜可是一个考验 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应该说对她来讲是一个大赛 现在两次试取没有成绩 第三次应该说对她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拉起来 帮你放开 帮你放开 一 四 三 成练 哎呀 好悬 应该说这明显的第三次动作和前两次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跟不是一个师傅交叉了 前两次我都看不出来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对 心里 我觉得还是心里的问题 对 年轻选手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全国几秒赛 这还是有点向后了 但是你看她又能调回来 她说明还这个有这种能力 对 有这种能力 三号重庆开始 第三次四局 十一号 这个年轻选手第一次参加全国几秒赛 如果说砸锅啊 这种心理阴影真是巨大的 对 这就好比一个职业拳手打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被对手KO了 对 那是什么感觉啊 远旭第三次四局 一百零三 加的也是不多 走 远旭抓局还是具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选手 曾经抓起过一百零五公斤 是去年冠军赛的抓局金牌获得者 第3次4次 对手 哎 哎 快 好 带起来 有没有拉起来啊 发力应该说就不具备这种起来的实力 现在场上的抓局还剩下七把的试局 那么其中三东选手王帅有三次 这就是王帅 三东队的王帅 对 依然没有出场 刚才周老师已经介绍 在全一会上107公斤开把两次试取没有起来 第三次才成功 全一会主动比赛我用一个词来讲 就是心惊肉跳 对 都是火拼的战法了 来看解放军二队的林雪花 最后一把也是要到了103 在这几个里头她的体重最轻 57.26 哇 王帅又加了一公斤 加了106开把 哎呀 很可惜啊 其实林雪花前两次试取呢 还是不错 这选手技术动作还是不错 对 没有压住 这次呢 还是没有拉到位 高度不够 四号 往西 邓本荣 第二次试取 二号 五百周一 邓公荣 现在的第二把要到了105公斤 邓公荣参加了2014年的世界举重几大赛 当时呢 抓紧成绩呢是105公斤 获得了这个抓紧的银牌 但是呢 他以236公斤 235公斤这样一个总成绩获得了金牌 邓公荣这是第二把要的105 对 周俊第三把要105 他们都是想挤这样 王帅105先举 结果王帅不接招 他加了一公斤 加了106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这个几个主要选手之间的这种战术争斗就开始了 好的 好的 加上邓公荣现在目前是场上抓紧的最高 105公斤 邓公荣也是去年紧妙赛的冠军获得者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103 105公斤 我们看到啊 这些举重选手啊 到比赛的时候都也是精心的装扮了一下自己 对 把他作为这个举动台也是自己的舞台献给观众朋友们最佳的这个形象 10号三宗王帅准备 现在场上还剩下 真的错啊 五把四局 五把四局 周俊这最后一把 邓公荣还有一把 然后王帅三把 邓公荣现在暂时把第三把加到107 还是要递着王帅第一把去举这个106的 周俊就稳稳地把自己这个105起来就完成任务 然后再去停举 周俊的以往的比赛成绩还没有超过这个105公斤 周俊的以往的比赛成绩还没有超过这个105公斤 去年上半年全球准备赛103下半年冠军赛104那么今天105 还是在每一次比赛在提高自己的成绩 沈东王帅要出场了106公斤的开把 这个开把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对相当高了 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记录111公斤 他这一把起来离记录只差5公斤 对 并且呢去年的2014年的世界举动准备赛冠军成绩也只是106公斤 也就是说他这个开把重量是世界冠军水平的成绩 王帅呢一往比赛个人最好抓紧成绩是在2013年的全运会上 是107公斤 对当时就是拿107开把嘛 对 开两把全没起来 第三把 我觉得他那教练站台口的心都快跳出去了 对 王帅在参加今年的2014年的亚运会的时候 当时的抓紧成绩呢是109公斤 哦109公斤 还是一如既往的有点偏 王帅啊在14年的亚运会上当时的抓紧成绩呢是109公斤 成功 他现在我想呢不是说为了争夺现在抓紧的金牌也不是说一定要破什么纪录 是为了争夺这个总成绩 因为对王帅来讲 他的抓局相对实力要高于他的停举 他停举他弱一点 所以说他尽量要把自己的抓局的水平要表现出来 而对于破纪录 超纪录可能是作为第二个这个选自选内容 他现在主要对手应该说邓蒙荣周俊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台里纳 对 抓局现在呢依然是说互相不分上下 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 对 所以在比赛当中关键的停举这是拼实力的时候 现在应该说赶快催着三冬要报第三把的 三冬到110 确实加到110 现在厂商还剩下三把市局 邓蒙荣的第三把市局 107 邓蒙荣降下来了 不举107就1106 我们看看体重 他是57.32 他比王帅轻 所以他没必要去107 举一个106 然后再看看王帅后面的情况怎么样 四号捧惜邓蒙荣第三次次局 十号三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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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蒙荣在2013年的全国集中锦标赛上 当时的最好抓紧成绩的是110公斤 在全运会上当时的抓紧成绩 哦 当时是打五十 他是五十三 对 五十三 他因为打了五十三 对 他不是这个级别 哦 当时是参加六十三公斤级的比赛 六十三公斤级的比赛 哎呀 六十 就邓蒙荣这位选手啊曾经打过五十三 也打过五十八 打过六十三 从六十三又现在又降到五十八 这样的话邓蒙荣今天的抓紧是105公斤 对 这个成绩呢和他在14年的世界纪斗锦标赛的抓紧成绩是相同的 都是105公斤 就是我们他曾经打六十三公斤级的时候最好抓紧成绩 打到过113公斤 我们看现在王帅这第三把要到了第二把要到110 加四公斤 这把要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平均的开法上他比邓蒙荣要少五公斤 对 再加上体重因素 我们说了这次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也是2015年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的一次选拔赛 所以说呢这个选拔主要是以总成绩为主 对 以总成绩 这个总成绩呢就是一年的抓紧成绩和停举成绩相加的之和 所以不是看单向 对 王帅现在这把如果说起来的话可以把在停举当中开靶上的这五公斤劣势现在找平了 对 所以说他现在尽量把这个抓紧的优势表现得更灵力尽致 对 在抓紧上争取给自己多找回一些来 对 110公斤啊 很难他这几年没起来过这个重量 对 毕竟这是距离世界纪录只差一公斤了 他最好的个人抓紧成绩是在14年的亚运会上是109公斤 那么目前这个抓紧成绩距离世界纪录111公斤只差一公斤 哎 哎哟 哎哟 这样他要连续的容器有难度 有难度 有难度 应该说他这次不起来的话 对他争夺总成绩将会增加难度 没错 如果说这个110起不来的话 那么在抓紧当中只领先邓某龙一公斤 但是你停举开把跟邓某龙就差的不一 对 所以后面这比赛就不好打了 应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他已经稳获抓紧的金牌 对 抓紧的金牌是到手的 对 邓某龙105是抓紧的银牌 银牌 周俊105公斤是输体重 对 对 就是前三名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陈桂明和蔡莉娜的都是102公斤 我们看一下他的体重情况 陈桂明请 陈桂明57.57 蔡莉娜是57.7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赛的后场 所有的教练们都盯在这块电子屏上 对 目前抓紧的世界纪录是111公斤 由我国选手陈颖青 在2006年的卡塔尔多哈亚议会上创造的 目前抓紧的全国纪录应该说是很高的 是115公斤 已经保持了14年 01年的广州酒院会 对 由宋志娟创造的 所以说啊 任何一个记录都不是那么好碰的 对 可以说说是记录呢 就在这个级别上 如果是作为世界记录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重量在比赛的舞台上 只有你举起来 对 所以我们说竞技体育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向人体极限 人体的生理极限和身体极限挑战的 我们 我们 王帅做出一把 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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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稍微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高度 能没有搞了 好�市好 好 那么 章具比赛就到这里 我们稍失休息之后 给您带来亭女的比赛 稍后见 休息说 今天 好 并la 一样 通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